路奇和萨博积极开 路奇和萨博一度是两年后 我比较希望成为死对头的一对存在 不是说就是非要见生死 但是是一对非常不错的对手 实际上在剧场版里面 尤其是黄金城那篇 路奇的对手也就是萨博 那在之后的剧场版 巴里特那一版 路奇其实侧面成了路飞萨博这边联盟的一个帮手 因为他在关键时刻 阴了巴里特一脚 所以说路奇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和之国大战之后 凯多都没有赶上的动物系觉醒版本 更新的补丁被路奇第一次使用出来 他跟无党路飞一度还对权 证明他的技术战力是很猛的 但是后面马上就完全招架不住路飞了 不过这一战对于路奇这个级别的人来说 因为路飞现在已经是强四皇了 路奇可以说是场面上败的 虽败有勇 那后面跟索隆打是非常关键 能够定义路奇战力水准的一个参考 两人打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索隆最后在山智的刺激之下 直接就是秒杀路奇 但路奇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还要再打 已经是身受重伤 多亏盛平出来解围 那索隆现在已经是强第一富皇 路奇现在我认为他的战力 是比较稳当的第一富皇的级别 那萨波现在的定位也是强第一富皇 可以说是降皇之下第一人了 比索隆还要强势 所以说他跟路奇之间的战力对比 萨波应该就是占据完全的优势了 具体几几开呢 路奇3.7 萨波6.3